家人们我们竟然见到了韩国前总统文在寅 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在乡下开了书店 一直想去很久了 今天塞地和妈妈说要带我去看一看 文在寅开的书店呢在梁山 距离昌圆一个小时的车程 文在寅前总统在职期间 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拉近了很多 所以呢很多的国人同胞也很喜欢他 今天来书店的人很多 书店的入口处就是他和夫人的照片 可以看得出来也是个宠妻狂魔了 书店虽然小 但是呢各种书都挺齐全 里面还有他的很多自传 塞地呢也买了一本他的书 经过了两个小时的等待 文在寅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到了 现场一片欢呼 现场的工作人员很细心的帮我们拍照 没想到会主动跟我说话 紧张的连最基本的韩语都忘了 我曾经在幡高级众中学院学院 ed 中凉某大学院的工作人员 并边在日本大学院工作人员 在学院做什么 总统在学院上一帮你向上 订阅一个人性的工作人员 和智车 是无人生的工作人员 谢谢 谢谢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